韩红包场《少年的你》 单独喊话一阳千玺 你是全体战友的骄傲 10月27日晚 韩红更博表示 她包场请韩红爱心 住京公益志愿者们包场看《少年的你》 理由是 主演是他们团队的战友一阳千玺 并介绍一阳千玺 是百人圆宁医疗医疹现场冲在最前线的人 是寒冬腊月为环卫工人送温暖的人 也是忙完公益赶回学校继续上课的学生 最后还表白说 一阳千玺 我们爱你 你是全体战友们的骄傲 一阳千玺和韩红的交集 要从一个公益活动说起 当时一阳千玺受邀参加了韩红老师的公益 并亲自去到现场 帮助生病的人就医 那时候一阳千玺还未成年 但小小年纪已经有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在公益现场不怕脏不怕累 十分积极 那次公益活动后 一阳千玺又参加了另一个项目 那时候她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 但是在完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 一阳千玺在早晨五六点钟现身街道 帮环卫工人清理街道 当时是冬天 气温很低 一阳千玺穿着学校发的羽绒服 戴着帽子 完全不像个大明星 完全不像个大明星 来吧 敬礼